而另外一位作者大卫·梅特斯明确表示说 中共政权应该遵循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讲 如果中共不进行或者组持独立的调查团 对一些法轮功修炼者受到的迫害 和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的话 那中方就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中的国际义务 应该说这是两个人的调查报告 持续到现在大概两年了 那目前的这一大步进展是非常瞩目的 应该说中共无法回避 那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这个决定 在国际社会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确说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对中国现状表示担忧 10月7号和10号专门审核中国大陆的酷刑问题 这是委员会7年以来首次检视中国人权情况 那委员会提出了包括胡佳 包括其他的异议人士的权力被侵害 这里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的人权被侵害的问题 该委员会表示 基于对多个合法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及审核的实际情况 他们对中国的酷刑使用现状表现表示出强烈的忧虑和不安 该委员会的报告当中提出了很多方面 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包括监狱内的性暴力问题 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待遇和治疗问题 以及强制坠胎等问题 维权人士的问题 以及北韩难民说特别是今年所发生的有关西藏问题 文章里最后提到说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叫做菲利斯 他明确表示 由于中共掩盖现实 而且把很多资料都给扣住了 所以造成了信息的缺乏 这使得对人权团体提出的对中共的虐待和酷刑的指控 难以进行严肃的和独立的调查 在中国最难知道的就是真相 那在中国的有关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如果披露出来 中共自己就垮台了 这掩盖真相 是中共生存下去的最根本的保障 那截止到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中共对这件事情已经有反应了 他说联合国七年来首次审查中共库刑 而北京恼怒 在22号的记者会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攻击个别委员 将审议政治化了 那结论中塞入大量的污蔑之词 有分析指出说 联合国报告点到了中共的要害 大家明白 联合国的反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刚一出来 中共在第一时间就说了 你的都是假的都是这个都是那个 中共的外交部上来 就是第一时间先否定 如果联合国本身反酷刑委员会 都是个别人蓄意政治化 蓄意这个蓄意那个 中共你有本质的话 你就从联合国退出来就完了 你不跟联合国玩了 联合国诚心跟咱过不去 咱跟他玩什么 你也阿白一次 你不是不敢吗 那在这种逝者生存的环境下呢 有些人生活的确实不错 但是呢 他的威胁常在 最近网上都在报道一篇文章 大陆公安查受贿 刑贿受贿 那中国的首富黄光玉蒸发了 国美电器的总裁黄光玉 中国的首富 据传在本月7号被公安带走了 那财务集团财务的老总 周雅飞呢 也同时被带走 那现在两个人呢 下落不明 国美集团的内部传言说 近年来呢 黄光玉把大量资金呢 转到海外去了 在操作房地产方面 存在着大量的违法事实 包括贿赂和挪用资金 这件事情看起来更严重 他说他的琪琪杜鹃和一些财务人员 已经跑到海外 更有最新的消息说 国美各地的老总呢 都已经到北京总部去了 但是呢 总部本身的公关部门非常低调 而且国美的发言人叫做何阳青的 本身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其实呢 咱老百姓最熟悉 你上歌厅 舞厅 卡拉OK 桑拿 所有这些地方 除了当官的 就是做买卖的 你说那是行贿 还是受贿 你说没有这些人去消费的话 这些店铺早就存在不下去了 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一晚上弄个三千四千五千块钱 甚至上万块钱 那你说那东西叫行贿 还是叫受贿呢 我不是说为这个黄光玉去名不平 我是说这个体制下 所塑造的生意人也好 官场上的人也好 都这么干 如果他想生存下去的话 他必须冒这个风险 今天是黄光玉 明天可能就是黄光玉 看党的需要 所以生意人在国内的话 干到一定程度 他一定要脚底下抹油 溜鸭子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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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